第八百三十六集 花旗道环顾一圈,缓缓道 柳店主想说什么 柳无神冷冷道 想说什么,花旗道 你比本座更清楚 整个皇城唯独你和右帅可以自由行动 万亭楼那边 你和右帅也时常过去 鸡南神将他们以为你们是过去邪场 想抓住贼人 看谁知是不是有些人故意下手的 找不到贼人 贼人就在你们当中 当然找不到 柳店主此言是说 是花某和右帅猪的手 呵呵 难道不是吗 花旗道淡淡道 柳店主高估花某了 想瞒过诸位神将 花某自认还差了点 又帅可以啊 柳无神冷笑道 不知又帅可以 昔日的三大强者都可以 说吧 柳无神深吸一口气 缓缓缓道 罢了 一切都是猜测 本座也不多说 等封王大人归来 定当彻查此事 此时此刻 柳无神这些人再也不相信王主一戏了 不只是王主一戏 包括天瑜 天瑜也许和王主一戏有勾结 包括矿脉被炸之事 都有可能是自导自演的一场大戏 数位神将纷纷围住了方平 话语几人身边 一些神将也警惕万分 纷纷将这些王储围住 其他非王储真王后裔 这时候也有神将护卫 一些真王后裔 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物件 真王分身 真王分身不是任何一个真王都愿意切割的 这玩意儿对真王损伤也不小 昔日王部长给方平送来张涛的分话题 还说过 千万不要被其他真王夺走 否则对方和张涛交手的时候 突然摧毁分话题 很容易导致张涛出现瞬间凝聚 所以真王分身不多见 可天之王庭真王四十九位 哪怕不是人人都切割过精神力 十位八位还是有的 此刻 起码有六七人手上都出现了精神力分话题 花旗道看到这一幕 心中陡然常叹一声 王主一脉 这次恐怕要麻烦了 甚至连他 他不敢去想 第一个提出方平的 不是他 不是封灭声 是王主 谁也没见过方平 哪怕是他 他也没见过 不过是一间店铺的管事消失罢了 当时没人感应到方平的气息 没人确定那就是方平 真正确定是方平的 是王主 好一场大戏 一旁鸡摇纷纷扫了众人一眼 心中也是恼怒万分 这一次天之王庭损失如何 他不管 可天命王庭损失惨重 五头高品妖兽 死了两头 剩下的三头也频频被创 之前万庭楼爆炸 他带来的那些中品武者 几乎全部死亡 如今 百人的使者团 也就剩下二十多位高品武者了 结果证明 这一切都是天之王庭自己内讧导致的 亏他还要王叔配合天之王庭剿灭方平 结果被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可恨 可恨的同时 也很可怕 天之王庭这边 有人想当幕后推手 黎王主有重大怀疑 不仅仅是黎王主 封王这一戏 恐怕也有一些谋划 这些人看起来愚蠢无比 都只是在装傻罢了 这一刻 姬瑶心中有些发寒 天之王庭别看乱得很 可实力真的有多少损失吗 不过是丢了面子罢了 真正损失惨重的 反而是天命王庭 陨落了一位真王级强者 这些人随意算计 自身还没出现多少损失 天命王庭不过是配合罢了 结果没几天就死了一位真王 真的可以和天之王庭合作吗 王座和父王虽然强 可是 有时候实力不足以改变一切 没有压倒性的优势 这些人如此艰滑 王座他们 真的能算计赢 和复生之地征战 无数年的天之王庭吗 姬瑶忽然动摇了 这一刻 天之王庭在他眼中 就是一群阴险小人的聚集地 天命王庭都喜欢直来直去 用实力碾压一切 可天命王庭碾压不了天之王庭 如此一来 合作的话 也许天命王庭会吃大亏 不 已经吃了大亏 一位真王级强者远落了 这已经是无法承受的损失 姬瑶环顾一圈 轻轻安抚着凤雀 不再出声 心中冰寒一片 此地不亦久留 方平同样也在观察众人 缓缓道 不管凤雀是不是 无神叔父 你和鸡南神将探查一番 免得过些时日 找不到方平 有人来一句 凤雀便是方平伪装 已经离开皇城 哼 那就是笑话了 柳无神几人都是一脸冷笑 还真有这可能 鸡南见状也不阻拦 沉生道 那就仔细检查一番 不过方平伪装成妖族 罢了 本座也不想说什么了 笑话 方平真要有这本事 那从此以后天上地下 谁也没能力抓捕方平 他连妖兽都可以伪装 那意味着方平可以伪装成任何东西 金身强者再强 那也是有限制的 众人不再说话 柳无神和鸡南一寸寸开始探测凤雀 凤雀鸣鸣叫声尖锐的许多 他是母的 这些家伙 七妖太甚 他也是真王后裔 此次离开天植王庭 他要回守护王庭去告状 天植王庭的人都不是好东西 一次次地欺辱他 在凤雀的尖锐叫声中 柳无神收回了精神力 摇头道 不是 当然 如果方平可以伪装成妖族 那代表他可以随意转换 其实查不查都一样 根本无法查验 柳无神淡笑道 连妖族都可以伪装 那伪装一下内府 这有何难 现在连妖族都要怀疑了 其实已经无法查验下去了 柳无神的话再次让众人沉默 是啊 方平要是真的连妖族都能变 哪还有什么不能变的 这时候查验内府不同 天大的笑话 妖族和人类本就截然不同 连妖族都能变 害怕改变不了内府 柳无神笑着又说道 即使也没必要去查了 因为我们也许一直在查一个 根本不存在于神路的方平 也许 对方还在复生之地逍遥呢 此事传出去 恐怕也是天大的笑话 一旦被复生之地知道 还不知道如何笑话 柳无神摇头 真的是闹出大笑话了 人群中 姬摇冷冷道 天之王停在复生之地 不是有暗子吗 让他们去确定一番 花旗道皱眉道 之前为了围杀方平 暗子已经随时殆尽 何况方平真要离开了 也不会大张旗鼓 方平冷笑道 哼 这时候 方平要是出现在外域 或者其他地方 那才有意思 可惜了 现在各地围剿方平 若不是如此 这次本统领 也许可以欣赏一出大戏 方平说完 看了一眼姬摇 姬摇这时候 好像和他心意相通 忽然冷哼道 那就逼迫方平现身 魔武不是在南七域吗 如今南七域 正在围剿魔武众人 杀光了魔武的人 他能不现身 方平心中大动 南七域在围剿魔武 该死了什么时候的事 他故意提这个 其实是想等老王他们的消息来了 故意引导姬摇他们产生想法 围杀了老王他们 也许方平就现身了 可方平没料到 地窟居然已经在座了 在围剿魔武 该死的 不会有事吧 方平心中又急又怒 这事他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封灭生知道不知道 一时间难以开口询问什么 事实证明 封灭生恐怕是不知道的 因为很快 六无神就挑眉道 南七域在围剿魔武 姬摇哼道 怎么 你们不知道啊 南七域不是有天之王庭之令 击杀魔武众人 皆有赏赐吗 一旁花旗道沉声道 这是天之君传的军令 柳无神哼了一声不满道 杀人灭口 花旗道怒道 汪廷和复生之地争战多年 魔武几次三番在外遇造成重大损失 天之君 连灭杀魔武的权力都没有吗 这事算不上错 剿灭魔武也是整个王庭都希望看到的 柳无神闻言也不再说 方平却是冷笑道 看来天之君是觉得各大王府都是废物了 剿灭魔武居然也不知会我等 本统领倒想看看 你们能不能剿灭了魔武 能不能逼出方平 也许还要再上演一次 声势浩大 损失惨重 结果方平连面都没露得好些 恐怕 你们也不敢逼迫太狠 免得方平真的出现吧 封灭声 花旗道脸色难看 怒道 时刻而止 有些事不是你说如何便是如何 你真以为你一个统领境武者 可以一而再地挑衅我的 方平淡默道 是又如何 城池继续封锁 我倒想看看 南七宇到底能不能把方平逼出来 魔武真要损失惨状 方平还不出来 那不代表他无情无义 自私自利 要不 代表他真的不在复生之地 可方平真要被逼出来了 有些事 那就有的说到了 出现在外遇的方平 难道还能分身 再来亡挺 方平耻笑一声又道 不过在南七宇逼迫方平陷身 未必能做到 我看最好 杀几个方平亲近之人 而且还要找个 他觉得安全的地方 那才更好 一旁 鸡摇淡淡道 他亲近何人 据我所知 方平虽是魔武之人 可和魔武之人 并无血缘关系 如今都在通缉他 哪怕杀光了魔武之人 他都未必会险身 方平笑道 此事我看还是有希望的 别人不知 赵帅不是在吗 问问赵帅 也许会有所收获 如今本统领一想看看 到底是不是方平 在皇城潜伏 逼迫方平现身 也许会有办法的 姬瑶文言微微点头 也是 赵新武来自附生之地 也许知道办法 很快众人回到了万道殿 方平看都不看王主 静止看向赵新武 笑道 赵帅 如今想确定城内 到底是不是方平 很简单 逼迫方平现身 天职军已经命难其欲 围剿魔武 可魔武毕竟只是一宗门 方平和魔武无亲无故 未必会现身 赵帅来自附生之地 可这有何办法 逼迫方平入神路 说着 方平没等赵新武回答 忽然看向王主笑道 王 也许可以让附生之地的邪教 试探一番 也许风王大人 可以指使一二 那这么说 就没别的办法 确定方平 是否还在附生之地了 方平再次看向赵新武 开口道 赵帅 方平在附生之地 就没有三两亲近之地 杀了这些人 一定会惹怒方平 逼迫他现身的那种 难道一个没有 赵新武淡淡道 有自然是有的 而且不少 魔武长生剑李长生 长生剑并非方平老师 可和方平关系莫逆 既杀了长生剑 方平有很大可能现身报复 南武雀战神王金阳 此人是方平武道启蒙老师 还是同乡 多次同入地窟 生死之交 神教昔日 袭杀方平 王金阳救过他的性命 李长生和王金阳 都对方平有救命之恩 方平此人 老夫虽曾想过杀他 却也佩服他 救他性命 他绝不会无事 定会报恩 杀了他的救命恩人 他必定会出面报复 不死不休 王金阳 这一刻方平微微醋眉 难难道 我好像听过这人的名字 一旁 鸡咬咬牙道 方平神 你当然听过 还见过 忘了当日子王湛之地 方平那些同党了吗 本宫可是查得一清二楚 这些人都来自武大 不 蒋超来自镇兴城 除了蒋超 其他人都是武大之人 其中就有王金阳 当日出王湛之地 和方平站在一起 那个被刀之人 说着 姬瑶又道 前些十日 本宫在南十八月 也曾见过他 也达到了统领境 方平了然 皱眉道 你这么说 我倒是想起来了 原来是他 他救过方平的性命 说着 方平摇头道 想杀他 还不知道他在哪 既然如此 那就诛杀长生剑 本统领也想看看 方平会不会 坐视长生剑死亡 柳无神插话道 这可不好说 连长生剑都被诛杀了 他就算在复生之地 也未必敢现身 上方王主淡淡道 你们真的确定 方平还在复生之地 方平平静道 事实也无妨 就算不在 杀了长生剑和王金阳 留下他们的脑袋 挂在皇城城门口 方平如果还在皇城 他会不会现身 也许会 也许不会 起码也是机会 方平说罢又抬起头道 查验 如今恐怕效果不大了 方平轻笑道 千万人口如何查 除非按照我所说的 灭了皇城所有人 不只是人 包括妖族 甚至摧毁整个皇城 剩下一些重要人物 时时刻刻监管 也许 这才能彻底 杜绝方平混入我们当中 要不然 想找一个不知是否存在的人 方平失笑又道 当然 此事极为重要 要是不确定 方平在不在皇城 就覆灭整个皇城 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所以当务之急 还是确定潜入皇城的 到底是不是方平本人